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弹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反弹 并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反弹的空间 所以说从4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从这个布林弹来看的话 它仍然是在一个布林弹的下方的情况 仍然是在机窗的布林弹下方的位置 而且从这个MSAD来看的话 它是逐渐是出现一个时差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昨天我们也在视频当中描述了这个时差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会延续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LSI的话 目前会到达33那个水平 昨天是35 所以说它还没跌到30以下 我觉得仍然不是一个抄底的机会 那么最低的位置 它是今天是跌到了27左右水平 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抄底信号 仍然就是没有跌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情况 那么上方的主力仍然就是在一个31000多美金的位置 仍然就是非常存在非常巨大的主力 而之前的话 之前的一个智商已经现在已经很强主力了 可想而知 现在的一个行情对比特币 对整个行情来说的话 是抱有不太大的一个希望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 但是在过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波的一个反弹 因为的话 下方在27000多美金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的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反弹机会 说说在下方的话 可以去维稳去找到一些能量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那么上方的主力是4个小时级别的话 这不能带中轨的位置是在一个31000美金 这31000美金的话 它这个位置可以在附近的话继续的去做空 都是可以的 那目前的话出现一波小幅度的反弹 预计在今天也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反弹 反弹力度 所以说保持反弹之后 仍然是保持这个空头去操作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去看到一天的内线 是会不会影响一天内的级别的一个情况 一天之内的级别的话 它已经跌破了一个日线 日线级别的一个波带下轨位 跌成了一个31000美金 是向下继续向下跌穿的一个位置 而且从这个LSI来看的话 它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交叉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有望继续回交 从这个LSI来看的话 目前处于34的水平 仍然处于一个不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也不是一个买物的一个信号吧 勉强它还是在一个维持在一个中等的一个水平 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抄底机会 那么这段时间 仍然就说了在三万两千多美金 三万三千多美金就说到了 不是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低了 下跌了那么多的一个时间 下跌了那么多 相信大家也有目共睹 这段时间来的一个预测 是非常准确的 对不对 我来看周线级别的现在的话 只能去看到周线级别的一个 比特币的一个图表去影响整体的一个行情 一个思路 周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话它是个周线级别 它又往下跌了一点了 它是要跑到一个 沙发那个支撑要跑到两万两千多美金了 所以说对于整体的行情来看的话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利空 而且的话从这个周线级别来 它只出现40 我仍然不是觉得它不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 至少要周线级别要跌到30以上 我觉得才是一个抄底的机会 所以说说的话 想要抄底的朋友还是要等待一下 具体的话我会在我们的一个社群里面 进行一个说明 去怎么进抄底 目前如果粉丝能够涨到两万的话 我会开设一个社群给大家 进行一个去跟随进行操作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已经就是没有一个机会 因为的话 后现我会开设一个社群 让大家进行一个抱团 进行取暖的时候 目前熊市依旧是持续的 去继续的去回调的 反弹之后继续回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昨天我们说到对 下方的一个支撑 是在一个1750美金主要视频 我们先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这个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昨天我说到以太坊赢 就是在它的一个下跌趋势当中 那么最低的位置它是跌了 比较低一个位置 跌到差不多1700美金主要水平的 最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它是明确的是到达了我们的一个支撑附近的 1700美金附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的话上方主力是在一个18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1880美金的位置 在上方有一个主力 所以现在反弹的话 就是有一个 现在出现一个顶部 出现一个背离的情况 MSID与这个 反弹一步 所以说现在的话 反弹仍然就是一个做空机会 因为的话它出现一个背离的情况 它反弹 这个反而是没有明显的去上去 反而是下来的 所以说 这也可以看出来以太坊是有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做空的机会 而且下方的一个 指引的位置可能在16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4个小级级别的话 在RSI来看的话 它目前处于40的一个水平 还是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 还没有到达一个超级机会 所以说 未来可能有继续回调的一个欲望 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进行再多的一个超级 超级的话可能会被套在这个山顶上面 如果太多的一个 自己一个全仓进去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目前的一个行情 以太坊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从4个小级级别 现在目前操作的话 操作限后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操作合约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盈利空间 而且赚取的利润也是非常丰厚的 从RSI来看的话 是处于一个40水平 我们还看一天的内线 一天的内线的话 它是目前是在一个 布袋下轨的位置 它是准备是跌穿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这个位置进行徘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出现一个死差的情况 是一个交叉的情况 所以说还要继续进行徘徊 RSI的话 属于36水平 还没得到一个抄底机会 抄底机会可能是在这个 更低的位置 它是在一个 周线级别的话 我们出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信号 还没跌到一个零球之下 所以说这一波 可能要跌得更多 这个以太坊的话 也就是没有一个进场的机会 最少要跌到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支撑 1200多美金的位置 说说以太坊而比特币 都是跟随整个大盘进行走的 而且最近的话 立功消息就非常多 我不建议大家抄抄底太快 可能会被套在山顶上面 而且套得很深 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寻找一些关键的有用位置 进行一个做一个空头 空头 现货的话 继续去保持一个观望的情况 等待一个机会抄底 那目前等待它反弹 反弹一波之后 可能是一个进场做空的一个机会 所有朋友们去准备好子弹 等待一波抄底 还有一些做空的一个机会 去寻找赚钱的一个 一个时机 而不是盲目的进行乱操作 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做多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在长期看 几个月来看的话 在一个下跌趋势去做多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 但短期来看的话 有反弹是很正常的 反弹之后 到了具体的一个位置 一定要记得去开一些单子 那么昨天 在这个发出这个视频之后 有很多朋友进行响应 冷眼的一个 在下方积极的去留言 鼓励冷眼继续的去为大家进行创作 一些内容 也是感到非常欣慰 对不对 大家可以在下方积极留言 去评论 或去看待整个行情的一个情况 一起看到整个市场 还有希望 大家去评论留言 去让大家看到 有更多的人 还在这个市场当中 去操作 或是去离开了整个市场 那么如果大家 就离开这个市场的话 那么这个市场 就没有人进行操作 显得非常冷淡 那么这个市场 就会失去了很多一个交易的机会 交易的一个意义 所以说大家 努力去做好当下的事情就行了 为什么呢 好 今天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